投資講我們的股票好厲害喔 偽創是上漲超過半根平板 不過台股今天尾盤級啦 下週是什麼恐怖數據三連發 台股還會漲嗎 欸 什麼恐怖數據 上次這恐怖數據一公佈的時候 反而隔天台灣股市大跌1000點 第二個數據 第三個數據公佈的時候 台灣股市跌了1800點 下週這三個恐怖數據竟然在同一天要發布 這什麼恐怖數據 台灣股市會因為這樣大跌嗎 真是跌到2800點 不會吧 那怎麼解讀呢 那台灣股市為什麼今天能集到尾盤呢 最新的行業報價為什麼這麼強呢 紅海管達偽創 為什麼今天偽賺漲的特別多呢 所有的AI標股所有的韓運標股 所有的相關標股 通通在今天龍阿華間你一定要看 觀眾朋友注意喔 最近詐騙盛行 請務必認明 波子龍分析師的官方帳號 Facebook臉書只要看到贊助標示貼文 請立刻提高警覺 因為這百分之百是臉書詐騙 加入LINE後 先確認是否有銀色盾牌標章 還要點選大頭貼 只有粉絲人數超過18萬 才是真正的波子龍分析師LINE的官方帳號 大家好歡迎收看榮耀華爾街 我是主持人Coco 今天是10月25號台股上漲155點 收在23348點 受到特斯拉猜測激勵 還有10年期美債殖利率回落 美股指數多數回升 台股今天也是受到美股的激勵 台積電聯發科帶動全職股走牙 車用以及AI族群表現強勁 最高攻到23388點 而我們今天也一起見證星宇航空 以美股20元掛牌上市 漲幅超過50% 後續盤是解析 我們只要給經濟日報 選冠軍紀錄保持者 同時也是全台灣LINE Youtube 粉絲人數最多 演講講座常常爆滿 全台灣創銷書排名第一名 也是空手道大師 在這一波崩跌4700點 空手全身而退 又在本波段的最低點 大力進場 最受歡迎的分析師 郭澤榮投資長 投資長好 Coco 各位朋友們大家好 好欸 大家好 不過你看那個稿有一個東西 我們要稍微修正一下 Siammy 就星宇航空雖然你說漲五幾% 可是那是公開發行的價格 實際上它是一點點跌 是 因為今天亮出來了 它算跌 如果跟它 跟之前的交易 每一個交易日 比的話是算跌 先跟大家講 因為專業很重要好不好 等等 你是曾經主播 可是哲哲是分析師 稍微先提醒大家 不過你看很清楚 你看今天心裡跌了 我是說 相對而言 是不是長龍航花比較好 對不對 不過這不是我們現在會員主要的持股 我們現在會員主要的持股 其實你看到 今天尾串 就噴出去了 等一下我有時間 那你看重播有時間的話 你會發現到 我是說鴻海管達尾串 三檔股票裡面 今天都漲了 誰漲最多 尾串 為什麼是尾串 為什麼是尾串 為什麼我剛好就在加買尾串 你想看看 昨天三檔股票就回答 很簡單 我就說了 鴻海管達 我都賺三十幾% 我就問你說 我什麼時候要走了 我都不告訴你的 你也暗示你考慮的是走 怎麼還在加碼呢 是不是 所以當然是買尾串 等一下你看就知道 所以我一切一切 預告前面 我今天很開心 可是現在接下來有 三個恐怖數據 要三連發 哪些恐怖數據 我們等一下要跟大家 我也到來 更恐怖的是 我們今天期貨居然做到 150點 而且就在中午鍋 開心喔 中午大家可能休息 還在站站進進 趕快想怎麼幫他賺錢 怎麼幫他期貨賺更多 股票賺更多 一切一切我預告在前面 是的 頭漲是在台積電法收位 前一天就告訴我們 台積電上1100元之後 就會下去了 果然這波台積電的高點 就是1100元啦 不過你也告訴我們 不管台積電是漲還是跌 台積大漲之後 10日還有一個月的台股都是漲的 所以昨天回檔就告訴我們說 目前台股是跌了294點 等於還欠我們294點 今天馬上就還我們156點 期貨就是利用這樣子的價差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大賺150點 實在是太厲害了 還有我們的標股 偽創今天是上漲超過半根停板 廣達跟鴻海盤中是上漲快要3% 我們會員朋友是持續獲利超過30% 還有長榮 今天盤中是上漲快要2% 但是大家最想要知道就是下個禮拜啦 到底是什麼恐怖數據要聯發啊 投資長 好那聽我味道來 就是恐怖數據多恐怖 我們先講好了 先講好了 先破題好了 慢慢講 為什麼先破題 要破題 可是網路線居然斷掉 那算了 今天不要破題 怎麼突然網路線斷掉 不知道是這邊網路線還是ELE的 昨天剛嫌他而已 今天剛嫌他 好沒有扯遠的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恐怖數據 第一個我們先看表格好了 來來看一下 恐怖數據這個11月1號的時候 下禮拜五這個時間 要同時公佈失業率跟飛龍就業人口 這本來是一起公佈的 可是 這個是第一 通常這是第一個禮拜五公佈的數據對不對 對 所以11月1號是第一個禮拜五嘛對不對 對 那10月ISM製造業 PMI 這個是什麼 第一個交易日 所以下個禮拜五是適逢第一個交易日 又是第一個禮拜五 所以碰在一起 那這些數據為什麼碰在一起很恐怖 我們來看一下 我跟大家講一個名言 你是害怕 想起來 你是 對你要插我話又不講清楚 你是害怕想起來還是忘記了 對對 應該是你是忘記了 你是真正忘記了 還是害怕想起來 那個 這句話夾到後面才會有恐怖的感覺 你是真正忘記了 還是害怕想起來了呢 好這聽起來很恐怖 那個時候有沒有看到 疊這個有沒有 在這邊公佈飛龍的怎麼樣 8月1號有沒有看到 這是8月1號有沒有看到 對的 看一下1號喔 有沒有 飛龍數據 這飛龍 這不是飛龍數據 這個是公佈 那個PMI ISM 製造業PMI 有沒有公佈要怎麼樣 衰退 先跌個1000點 對 這一天又公佈什麼 失業率跟飛龍就業率 所以這一天 這天大跌是因為前一天 美國股市公佈了 ISM製造業PMI 這一天大跌1800點 是因為失業率跳增0.2% 飛龍就業人口大減 聽得懂嗎 所以這兩天的ISM製造業 加上什麼 飛龍就業跟失業率 那這兩天跌了大概快3000點 你知道嗎 知道 歷史最大跌點在這邊 第2大跌點在這邊 好不好 那時候一下創造兩個紀錄 你知道嗎 知道了 結果這兩個數據在什麼 下禮拜五 來一起怎麼樣 要公佈 對 吃不吃驚 很吃驚耶怎麼辦 怎麼辦 來就補 因為最近 怎麼樣 最新的八卦 什麼 賀錦麗要輸了 我本來還想希望他贏 因為我說老實話 因為川普真的是比較歧視華人 而且對台灣應該是又恨 一直恨得癢癢癢的 他覺得我們太有錢了 他一定不高興我們 他是一個非常自我主義為中心的人 所以他對台灣怎麼樣 到時候川普他一定搞台積電 所以到時候台積電日子不好過 不好過不代表股價就會一直下去 只是下去是難免的 你知道嗎 只是下去後可不可以能晚上爬 到時候我會在觀察他 他會像那時候 中國克的管水 記得我預告 是2024年10月25號 在川普 換你給我 川普要單選之前 我跟大家講 川普單選後 半年內剩三個月後 舊任後 三個月內我認為就會搞台積電了 比如說要台積電多一點繳稅 或台積電廠要設到美國去 你不設到美國去我就客廷關稅 你要在美國設三個廠還不夠 你可能設四個廠五個廠 因為你76%的營收 都來自於美國 你知道嗎 你才設幾個廠而已 最好怎麼樣 最好台積電 那個台積電員工全部都要幫到美國去 最好 沒有啦 但是他不是他們要這樣做 他們要做是當地的員工 美國人的員工 在那邊生造 生產製造 然後不行的話 先給你課關稅 我認為他下一個目標 反而不是中國 反而是針對台灣的半導體製造業 為什麼要講這個東西 因為我都預告前面 今天是2024年的 10月25號 我敢預告 沒關係 可是那時候變得更難做 所以更難做 你要趕快趁這時候行情做 在1月之前趕快找我 好不好 好那公布 對假的 所以川普也要單選了 怎麼辦 賀錦麗的數據會太差嗎 無賀錦麗不會 我說賀錦麗如果她可以 她可以 她可以美化這數據 她會不會美化 會 一定會啊 都快輸了 還可以講 通膨增溫就算 這幾年蛋漲那麼多 喔怎麼辦 你看物價很難下去啊 你看現在 蛋一顆3塊錢成本 你的蛋外面的早餐店 電單還是20元啊 大家還是覺得不高興啊 所以就會把氣怎麼樣 發洩在什麼 發洩在執政黨上面 執政黨上面 就為什麼你看 這是為什麼民進黨政府有連任 人少數 連任8年後 哇 賴錦麗總統又連任了 因為大家覺得 你至少要把景氣做上來嗎 是不是 如果到時候股市下去的 那多少都會影響民調 就是這樣子 所以美國現在就是怎麼樣 美國現在的問題是什麼 來 通膨增溫了 結果你到時候如果數據不好 股市又跌那就不得了 所以賀錦麗 基本上不會讓這三個恐怖數據 出現恐怖的數字 知道嗎 知道了 所以基本上 雖然是嚇你一下 可是因為到最後一個月了 他會奮力一搏好不好 只剩 你剛才跟我算了什麼 6個交易日 只剩大概 差不多 不是啦 差不多剩10來天左右嘛對不對 如果從28、29、30、31 不用了 就是11月6號嘛對不對 對 然後算到11月5號 差不多10來天啦好不好 所以這10來天他一定分力一搏 所以他如果 我跟你講如果他美化數據還很差 那美國數據真的很差 我怕是12月的數據不好 你要記著好不好 可是12月的數據不好 又是一個 就是一個進場點 為什麼是一個進場點 看我節目就知道 來今天為什麼漲155點 那你看喔 台灣股市這一波至少怎麼樣 從1900 那時候不看有兩個恐怖數據嗎 對 我在這邊最低的買台灣50嘛 對 一個禮拜 反彈差不多3000點嘛 對不對 我賺了1000萬 我就去買美債 我在這邊把美債賣掉 賺1500 在這邊把台灣50賣掉 厲不厲害 厲害啊 再賺1000萬 一個禮拜的時間2500萬 然後畫面給我 因為我 因為我不是有損益的 我要看一下我美債賺多少 我美債賠多少 我昨天不是說賠750萬嗎 前天 我說我美債是發自內心的 對 結果你看今天只賠540萬 欸 哲哲不厲害 很厲害 兩天就賺回了快200萬了 是不是賺了差不多100 對啦沒錯賺200萬了 賺210萬了 所以美債什麼好怕 嗯 你逢弟要加碼啊 你不要說逢弟不加碼 怪我 說實則我知道 我早就沒錢了 你跟我說 你如果一次就all in了 那真的是你的問題 你如果說加碼個三四次你沒錢了 那算很情有可憐 好不好 那代表什麼意思 你最好方式就是你加入我行列 美債只是從頭到尾只是我的點心而已 因為我賺最多讓會員賺最多是什麼 是標股 是標股嘛 是偽創紅海管達嘛 是前陣子的雙紅嘛 對 雙紅賺46% 然後萬倫的30%嘛 這才是真正的好不好 這是跟大家講 好那我先跟大家講你看喔 今天為什麼漲 我現在我總金數據我都告訴你 來 恐怖數據告訴你對不對 你要站專業分析師 今天福利社也會講 好 Eason也會提到這些 來 然後我們說為什麼 你現在看台灣股市還是漲 這一波還是漲成三四千點嘛 是啊 為什麼 因為什麼 每年的第四季怎麼樣 都是漲的 是的 每年第四季 尤其10月該進場買股票 有沒有看到 10月就這樣跌 11 12月 1月 2月 平均漲幅怎麼樣 大概差不多7%以上 按照7%現在台灣股市點位的話 差不多1600點1700點 你知道嗎 OK 所以你從10月進場到明年的2月 大概漲1700點平均 所以要做多 第二個 我昨天也跟大家講什麼 這是第一個數據 第二個 我還跟你講 這是更誇張的 我怎麼說 我說過台積電大漲過後 上禮拜五是台積電大漲 同一時間你應該看我重播 上禮拜五台積電大漲 所謂的大漲我定義 我做統計數據回撤 漲的半根以上就大漲 台積電半根算很強吧 很強 台積電大漲半根以後 接下來後10日表現怎麼樣 還有後一個月表現 台積電會不會漲 不一定 可是大盤呢 一定漲 一定漲 這是以前的過去 過去單半不代表未來 可是過去可以參考 可以 好 我們參考以後發現 為什麼台積電有漲有跌 可是大盤一定漲 代表台積電跌的時候怎麼樣 中小型股跟其他全職股會拉起來 都記起來了 是的 所以你們有沒有像Coco一樣記起來 有 應該要 應該要 Coco也是一開始對財經知識是零的人 零的 現在都學得很好 對啊 所以你在我的一個教導下 或者我的簡訊的一個通知下 你也可以學到豐富的財經知識 進而賺到錢 知道嗎 好 跌了以後怎麼樣 再講一次為什麼台積電跌 台積電大漲過後10日後 扣到這一天漲 後10日後台積電有跌 可是大盤呢 還是漲的 為什麼 因為其他的中小型股 還有全職股會拉起來 這個預告很恐怖 這三禮拜的預告 你來看一下好不好 好 上禮拜之前的預告很恐怖 你看一下 這就是你要的分析師 而且預告完以後就算了 在昨天之前周限跌多少 294點 我說後10天大盤會漲對不對 對啊 所以你應該欠我294點 有沒有講 有 今天就還了多少點了 156 今天就還了156 155啦 155.93啦 漂亮 漂亮 是不是 是的 所以你看我只要還我294點 大概現在還剩下140點 還欠我 還欠喔 所以你看台子期現在又漲了40點 你要就是一個專業分析師 我統計數據告訴你 統計數據你要會解讀啊 一個統計數據大家解讀不同啊 你聽懂嗎 統計數據解讀不同啊 你看為什麼 我這個我講政治 可是我不要牽涉到誰 你知道政治那時候 哇 柯文哲覺得他民調應該贏的 他是老二 結果他變成民調老三了 是不是 可是他知道 欸怎麼樣 藍跟白加起來會大於綠 是不是 可是每個人解讀不同 所以一個統計數據每個人解讀不同 你懂嗎 懂 所以你要真的會解讀統計數據 第一個你要看得懂 欸為什麼我台積電大漲 我知道台積電大漲是很少做的一件事情 我會去追蹤以前發生什麼事情 發生什麼事情告訴你台積電可能跌 現在台積電還是跌喔 嗯 不是今天 不是今天喔 我想是台積電上了1100元以後 我大漲過後還是跌 是 基本上每天都跌 除了這一兩天 除了今天以外對不對 好台積電跌了 可是大盤還是漲 所以 10日內大盤還是漲 可是已經過4天了 接下來6天要漲 所以你看昨天跌294點 我反而笑出來 我每在賠錢我反而笑出來 你看 師傅還我很多公道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重播 所以節目真的很精彩 哎呀 來來來 等一下畫面給Coco 等一下畫面給Coco 我喝個水 來看一下 真的很恐怖 1 來 這昨天的嘛對不對 對昨天的 20小時之前 而且你看昨天點閱率很少 所以難怪噴啦 你知道嗎 我整整的觀眾 因為整整的觀眾夠多啦 大數法則特別準啦 對 每次點閱率下滑 但昨天字幕版3萬七 直播版大概差不多八九萬十幾萬 昨天十幾萬 還是 贏過所有台灣你看到的分析師網紅 可是對我來說是大幅衰退 這代表賞戶不相信行情難怪噴 這就是賞戶的命運 這就是賞戶的悲哀 每次點閱率下滑馬上就噴 所以我完全不怕 等一下我看你講 今天點閱率可能不會太高 那你就發現又要噴了 難怪台子級又漲了 好啦我先看昨天的預告 2024年10月20號 昨天週限是跌294點 是的 我說接下來還欠我294點 應該要漲了 4下6個交易日應該要漲 今天又還了155點 我們來看一下 請看畫面也給你 請看VCR 這努力點 所以這邊現在週限跌294點 這週限 不用緊張 為什麼不用緊張 因為就我統計 10天 大漲過10天 就是從明天開始 到下禮拜五 理論上應該要漲個兩三百點 好不好 好 理論上 那現在為什麼跌 來現在有新聞出來嗎 嗯 說什麼 說什麼 為什麼漲了跌 不算好 我已經告訴你結論 畫面給我對不對 是啊 我已經告訴你結論 你有沒有覺得恐怖 恐怖 我們恐怖 一個分析師要統計數據 這統計數據獨家的 然後我們也公開在 Freeset也有分析師 我們大家一起討論 大家一起想 我真的花很多時間做這些研究 你要是不一樣的分析師 這數據有沒有覺得不錯 只有我們 還有只有福利社的分析師 我們想到這些獨家的解讀 對 所以你看 昨天經過四天還跌 跌294點 可是後十字大部分都漲的 不是大部分 是百分之百漲 所以接下來應該要 還有六天應該要漲294點以上 你看今天一天漲多少點 155 155 然後現在台紫其樂啦啦 是不是很漂亮 很漂亮啦 我還有流川多丹 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奇沃很漂亮 奇沃來看一下 奇沃看了你真的會想參加我會員 真的很厲害 真的最近操作很厲害 我會跟你不誇張 我們來誇張 來 這禮拜二 禮拜二是殺下去的時候怎麼樣 殺到兩萬三千四的時候是不是 對 殺下去是要逢低要進場 對 賺一百五十點 漂亮 很漂亮 所以你看我們禮拜二簡訊 你幫我唸一下畫面給你 好 10月22號禮拜二的簡訊 恭喜我們成交在兩萬三千四百點的多單 在兩萬三千五百五十點 成功回補 大賺一百五十點獲利出場 我們已經連時勝 累積大賺一千兩百六十點 一口就是賺二十五點二萬 十口就是賺二百五十二萬 另外 昨天成交的多單請先續報 出場點將另行通知 非常厲害 連十勝了 來 十勝 賺多少 一千六百 一千兩百六十點 對 每天要衝完衝去 十年勝 是啊 十年勝以後總有會失敗的時候對不對 禮拜三我賠多少點 禮拜三賠二十四點 禮拜三賠二十四點 禮拜四賠三十五點 那大概加起來就是 五十九點 還好吧 還好啊 我一次就賺一百五十點 賠五十九點還好吧 很還好 是不是 這幾天我都風低做多 到今天 逆轉勝 什麼逆轉勝 我問你一件事情 今天為什麼要逆轉勝 這幾天賠五十九點 我今天一筆 賺了多少 一百五十點 二三二九零進展 你看見你們真的會瘋掉 2三二九零 最低點 好厲害喔 就在平盤 對耶 你這個是不是有一個虛線有沒有看到 有啊 其實如果就騎子走勢 你也看不出來他有點到平盤 可以喔 就瞬間 嗯 點到 二三二八七 因為其實點一下 點一下 這速度比我這個還快喔 噔噔 等一下 然後散著來了 所以你看到這邊有個虛線有沒有看到 有一點點有沒有看到 有 這個虛線他都沒碰到 可是其實實際上他有碰到 嗯 點一下 馬上來 嗯 這個一定要高超的技巧 事先擺在這邊 嗯 欸 我請問我有那麼多人造假嗎 不能 我覺得說我跟你講 我最近點一率下滑 我還是十幾萬的啊 嗯 我能造假嗎 不行 總統會員 品質保證 嗯 就算我會員太多 你才會看到有些莫名其妙的 其他投顧的分析師批評我 那批評我只代表我比他紅而已 對 只代表他不認真去研究股票 為什麼基礎很好 我們我不屑去批評這些東西 我哪有時間看好節目啊 嘴巴說沒看好節目 就每天批評我 你覺得邏輯對嗎 不對 他們不對啊 對啊 講那些都沒有意義啦 喔 講那些都沒有意義啦 那個批評我只是證明的 我其實比他們紅 所以你要選一選第一名分析師 你要選就選那些 分析分析師的分析師 他們在分析我嘛 對 分析我這個分析師嘛 分析分析師的分析師 的老師 的老師就是哇 嘿 我是他們老師 嗯 所以你看我這麼厲害 點下去拉起來 點下去拉起來 好漂亮喔 真的 劉燦多彈 還有劉燦多彈 單衝多彈 欸這邊拉起來 欸 早彈你卻沒事對不對 欸 而且你看我這邊拉起來 我敢設150點 我就知道尾盤要拉 欸 照理說你看這個 你看這邊 你看這邊就知道 我們看一下 假設就算你知道會回彈 呵呵呵 你覺得頂多高點 是不是頂多在23389 你會覺得這沒錯吧 沒錯啊 因為你會覺得 今天就是個區間盤整盤 對不對 對 我跟你講是喔 你會覺得今天就算 第一個你不覺得會拉尾 就算拉尾 你會覺得拉到這邊而已對不對 對 你會回到23389 早彈高點就差不多了 是啊 所以你在這邊你大概只會設 頂多100點做停禮而已 嗯 可是我過程不是欸 我是覺得 只要我買到這邊 尾盤會拉 為什麼尾盤會拉 我剛才表格已經告訴你了 台子旗台股還欠我294兩 是 對啊 欸你不要看我怎麼折騰 講話很臭屁 我都充滿了裸實 嗯 你要我每天攢定盤 我很不屑啦 我就買多一點 買100檔股票就好 讓他每天攢定盤 不需要 就算為什麼紅海管打尾串 我告訴你拉回我要找買點 找誰來買點 找尾串的 因為紅海管打我都暗示你 有時候我考慮要出咧 是啊 啊什麼時候出 不知道 你不用管 反正都是我會員全益 所以參加我會員多滿意 大家會員多開心 我做事情這麼認真這件事 你在這邊騎過 你看走勢 你只覺得 第一個不一定會回檔 嗯 不一定會回檔吧 不一定 因為你就這樣子走來走去 這是區間盤整盤吧 是啊 就算回檔 你的停利點 也頂多設這邊 是 可是我停利點設這邊 對啊 設在這邊 設在這邊 漂亮 很漂亮 這就是你要的分析師 哇就逆轉勝 包含美債 我跟你講 我親朋好朋友 我先看到他們 因為以前連我就是 這也算銀行VIP 我去銀行的時候 那經理都會出來跟我聊天 他也買了不少美債 我跟他說經理啊 鄉里啊 協理啊 我說你們那個美債 本來我賺錢 現在好像 好像變沒什麼賺 他說對啊 我說趕快加碼美債 因為你有加碼沒加碼 差很多 我知道你還有錢 你不要到時候怪我 變成我自己又賺了三四千萬 我告訴你 你美債也是要跟著我逆轉勝 他就當那個保險 當然股市的中間企業 報酬絕對贏美債 我只怕萬一這點 你的行情不好 你可以多一點點美債 你不怕那沒關係 因為你放了十年 股市還是 絕對是銀美債的 OK嗎 OK 這是跟大家講 所以我都有邏輯喔 好不好 在我們聽著有沒有覺得有道理 有 然後所以這個來我們來看一下喔 買很漂亮嘛對不對 嗯 買真的很漂亮對不對 非常漂亮 好 所以我們簡訊來了 來幫我唸一下今天禮拜五 來畫面給你 10月25號禮拜五 今天的簡訊 恭喜我們成 今天成交在23290點的旗指當充多單 成功在23440點獲利出場 大賺150點 我們這波已經累積大賺1351點 一口就是賺27.02萬 十口就是賺270.2萬 另外呢 多段多單請先留倉 出場點將另行通知 你是賺太多了 270.02萬 2千萬你不想要是不是 嚇到 嚇到因為速度太大了 1351點好不好 這兩天本來賠了59點 一筆好像賠了 一筆賠24點 一筆賠35點 你轉勝 你轉勝 一筆就賺回來 這就是你要的 期貨分析師 是的 好不好 不過我要告訴你 期貨賭的成分 稍大一點 你要有風險 你要參加我期貨會員 你一定要有風險 他賭的成分算大 如果你受不了賭 那你就投資 好不好 你就投資股票 好不好 OK嗎 OK啊 你投資股票你受不了 那怎麼辦 美債啊 那你就買ETF ETF你也受不了 那你就買美債 美債ETF ETF受不了就0050高股息ETF 美債ETF也受不了 去保險箱 把錢放保險箱 沒錯 把錢放銀行 那時間 那時間吃掉你的通膨 活該那沒辦法 因為現在這個社會就是 你不理財 財會吃掉你啊 財不理你啊 你知道嗎 真的真的 所以美債你還受不了 你真的該退出股市 我是真的 我不是丟各位 我是覺得 你就是膽子不夠大 你懂我意思嗎 就是膽子夠大 可是我也沒再去借錢 情況之下 我可以從10萬塊 翻到現在的身家 現在身家多少 我剛買美債就買1億5千5百萬 你自己算了 這不重要 真的不重要 因為對我來說 我問你啦 如果我們要花這麼多錢 數字這麼多也沒意義啊 對 所以我做的很多心態 你要感受到 我是認真希望 我每一件事 尤其是我會員 願意相信我 願意繳情給我的人 他能開心 我做事情很認真 欸 我連觀眾朋友我都很認真 我還講一件事 我今天還在 昨天再練一下主管 因為這練兩三次 來 我說過這是去年1月的形式 有沒有看到 是不是看起來整整齊齊的 對 這是今年的 是去年的啦 因為有多製造業 用時間有時間 對對對 你看念認真 因為被我念很久 我們開這個會也開了多久 開幾次啊 至少開10幾次有啦 有有有 欸 紙紙為這個會 這應該叫Coco處理 關我什麼事 我還是為 這關我什麼事情 這個有一定可以收到會員嗎 監督 這就是要把事情做到 你看去年 飛龍就業報告有沒有看到 這樣子有沒有看到 有 是不是很漂亮 可是很粗 可是下面寫字就不多了 我要寫字不多了 而且你看喔 去年對不對 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你這樣人就很奇怪 嗯 你會覺得這邊下面就怪怪的 有沒有覺得 是不是 我今天就把這線延長 你看 最下面有沒有看到 線把它畫到最低有沒有看到 有 這樣看起來至少這邊不會 因為印出來的時候 我就覺得這邊很短 這邊很窄 你懂我意思嗎 懂 好 這個你不要覺得 這小細節都一樣喔 我就說過了 你看 哲哲沒有學過 什麼叫美術的課程 嗯 可是我就說過了 同樣你看喔 同樣這樣喔 是不是這樣是 就是去年的1月的理財行事曆 我們送給大家的 對 看起來這整整齊齊的 今年 我們的 美術主管 他跟我講說 他為了求好心切 他改的不一樣 我說你改不一樣不是重點 重點是你越改越差 你怎麼懂 我要你做的好 我管你改不改也一樣 好就是要照做啊 你看 你們有沒有發現到 同樣 很奇怪喔 同樣大小 怎麼樣 我變成弧形就好急有沒有看到 嗯 為什麼 因為有玩友也是學美術的 告訴我 弧形有怎麼樣 擴張 有擴張效果 而且這個有沒有看到 PMI的I 右邊這邊 還超出去的有沒有看到 這做事情有沒有認真 有沒有看到 有 你看 為什麼弧形就擴張效果 我也沒學過 可是我就知道它不好 我就是看事情看到那麼仔細 你看這只是美術而已 我從小到大美術大概六七十分 可是因為我後天的努力 我可以美術現在贏過一些人 然後可以跟設計主管跟你講 你應該怎麼設計 這只是美術而已 那你想看我股票是天分 是天分 是天分加後天努力 所以我贏很多分析師很正常 好不好 其他分析師不需要忌妒我 請拜託你們 你現在一個月先錄100集 一年下我要錄1200集 然後敢參加全國比賽 然後你看空我們美戰 你就砸真錢買衣 砸我 用錢砸我手上 告訴我我可以賺的比你多 你這還批評我 不然人家都會嗆你 真的你相信我 真的不需要 我的成功在於我的努力 好你看 這看起來是比較大 我來說要比較細一點 你看這是不是很漂亮的 整體縮小 而且你看我這次怎麼樣 我還有怎麼樣 比如說製造業PBI 美製造業PMI 11點有沒有看到 有 所以你下禮拜五你就知道 欸 美製造業PMI要公佈了11點怎麼辦 而且我都針對台灣時間 唉 我跟你講啊 沒有人像我做人這樣子 所以各大券商 我怕他們看了以後可能模仿啦 可是我們花很多錢 我叫搞叫了十幾次 是 我們一件事情 勢必公清 我就是親力親為 哼哼哼 我就說做人這樣子 我這麼認真 你覺得下面人敢混嗎 不敢 是啊 Coco都不想 Coco不敢混的 沒混 Coco我一直把他說服他回來 他有要打算回來的喔 不過打算回來 打算去別的分析師那邊去啦 我說你可以去那個 去什麼 去中市去那個叫誰 那個嗎 裕凱老師 裕凱那邊啊 我說沒關係 這我給你建議的啊 可是你心動啊 回來我這邊你沒心動 回來裕凱那邊心動啊 所以擺明我這邊比較操嘛 我沒有關係 我都知道你看 你看他笑得很尷尬 你幹嘛臉紅 可是我不在乎啊 因為他畢竟是人才 人才有累的時候啊 你看你也紅成這樣子 你看我都講到你心事啊 可是我說沒關係 我說話算話 你不要去猜測我想法 你看我沒有要去別的地方吧 你沒有要去別的地方 可是你想去別的老師那邊啊 還不確定啦 我覺得你心動了啦 你直接暗示我啦 對啊 可是你看我不會怎麼樣 所以你看你真的臉紅 你真的不能說好話 可是我看我又不會怎麼樣 因為我跟你講 人才只要是人才 你心力善良 你品性OK 你也要夠努力 我覺得人都有倦怠的時候 又不會怎麼樣 所以我覺得OK啊 我真的覺得OK 如果你回去那邊 聽我的建議 願意回來摩爾 幫助其他分析師 我真的覺得OK 我不會怎麼樣 對啊好不好 我還可以換別的女生主持人 好了可以開玩笑的啦 當然希望你留著最好 可是你要去別 你要去公司其他的分析師也OK 可是是我主動建議的 你看 哲哲不會說一定要怎麼樣 一定要浪費人家的青春 說一定要怎麼樣 一定要做什麼事 我不會什麼事情 都是在我有角度去想 我做很多事情 所以這樣子我們這次的行事例 大概已經印了2000份 可是關注我會員就好幾千位了 沒錯 可是會員一定要續約才行 續約會升級才行 好不好 所以你看到這理財行事例 這次還有時間有沒有看到 有 台股修飾 沒製造業PMI 飛龍就業率 9點半 哇 你看又不覺得數字很漂亮嗎 沒錯 你要操作期貨的 股票的都一定要看 晚上都知道會不會睡得著 好不好 動力時間 什麼都算 我很認真 有都算好了 這跟股票沒關係 那是你大錯特錯 你問隨便一個分析師 他可能連什麼製造業 PMI都不知道 可是你有在做期貨 如果在做股票就知道 晚上有時候公佈這數據 期貨就只拉一兩三百一點 是啊 很重要 怎麼不重要 是不是 所以這個就是我的基本功 我的功夫 我每天這樣磨自己 好不好 那我們看一下今天直播人數 今天直播人數應該不多 我猜 大概6000多 6700 我猜 我猜 因為今天禮拜 可是現在已經3.24了 大概6700到7500 這麼少喔 欸 要噴了啦 下禮拜 要噴了 那5000多 在半年前的我算多啦 嗯 所以這個要噴了嘛 蠻難過的 蠻難過散物都是這樣子 你知道嗎 都要一群人先不相信我 你懂不懂 然後先怎麼樣 人才去哪邊都能才 不要走 不要啊 你到時候可以看別人啦 對啊 他不會哭啦 開心都來不及了 可以勝利去醫師那邊 欸也可以 欸他要我嗎 他要你嘛 這比較重要 昨天沒說 請說欣欣可以講一下 OK 這個態度勉勉強強 還可以這樣講 還可以還可以 至少不要打錯字 今天直播人數5000多人 真的很少 那台灣股市就會漲 散物就這麼悲哀 好 千禁我 那你看50萬訂閱 欸 變50萬訂閱者了 很多人欸 前陣子我們才歡慶50萬 像50萬的 我們應該按照這個速度 應該可以全台灣 第一個100萬的 分析師啊 可以 我現在已經全台灣第一個50萬了 好不好 也是全台灣第一個55萬的分析師 是 台灣最好 你們演唱界 搶到就周杰仁 不好意思 我的演講也是跟周杰仁一樣很搶 好不好 這不好意思 只是我不要再辦了 因為我辦 周杰仁秒殺他是賺很多 我關注的產地要6、70萬 這跟大家講 但我會有很多 可是我不用辦演講 你就收很多了 就很多人續約了 嗯 你要再說 好 來 我跟你講 這真的很真實善良 謝謝你 我真的希望Coco 因為Coco也很善良 所以我希望他開心就好 好不好 謝謝 謝謝投資長 真的 好不好 幫我想好了 喔 幫什麼 幫我想很多欸 想好去路 對啊 我要幫他想說 關我什麼事 是啊 這跟大家講好不好 來來 Mr.Beast 他是一億的訂閱者 我有時候看他節目 我們就是比如說20小時在 3個月內在某個房間裡面 就給他100萬 100萬美金啊 那個人 沒事一個很紅的YouTube 所以你看我什麼都看好不好 OK好 Coco去教授節目 大股商品50紅的買主是怎麼可能 他已經到6000多萬了是不是 紅天啊 一個求6000多萬了好不好 鄭耀收盤131 我們看一下這些股票好不好 好 一家鄭耀好了好了 我已經蠻多的 鄭耀今天不應該殺 照理說不應該殺 所以我們一起看一下8069元 也是跌 也是跌 所以他兩個互相嘛 可是我跟你講 我說過了大盤漲上去呢 雨露輕章 幸好是第四季 如果你今天是5月這個行情 然後又破底 我就擔心 可是第一個他沒破底 第二個他是第四季 雨露輕章 拉回要找買點 為什麼拉回要找買點 你看3231尾串 是不是拉回要找買點 是的 是不是拉回要找買點 我昨天有沒有說 廣達尾串 紅海 我要三檔裡面 我要找一檔拉回要找買點 有沒有講 有講 當然是尾串的 我沒有講 紅海跟廣達 我在考慮什麼時候出掉 是啊 是不是有講 有 喔有 來我們來看一下 看重播 來來 重播在這邊 我剛才看到有人說 大股產品的球變1.4億了 喔這吵得很兇 呵呵呵 哇 那價格越來越高 來 看一下喔 這是10月24號對不對 嗯 有沒有 昨天的對不對 對 來看一下喔 321 我說什麼 我說得很清楚 我說 廣達鴻海偽創 拉回 我要找一檔股票來買 321 好不好 那今天 廣達鴻海偽創 不約而同拉回 是不是 最大 那這個時候 有些股票是可以進產 有些股票是要找一個點位出產的 那哪些股票是要進產 哪些股票是出產 鴻海 旺海 鴻海 廣達 然後還有偽創 你要注意一下 廠農什麼時候進產 你都要注意一下 你要來找我 好不好 那我會暗示你了 有 有什麼 鴻海管達偽創 是要找 買點 有些股票要找買點 有些股票是要找出產點 你看 不要說暗示明示你了 我鴻海賺那麼多 對 你要想我鴻海已經賺30% 我這次新委員再買進去 我要再賺30% 那我至少要 要70%才能走 對耶 是不是 38%這38%是到69% 因為是 1.3的平方是1.69% 好來我們看一下 鴻海 我已經賺32% 是啊 我還加碼咧 對新委員覺得 你要幫我抬轎 不要不要不要 廣達 239.5元 怎麼樣 都買在8月5號最低點 34%了 有沒有 34%有沒有 有 這禮拜二減去有沒有 有 最近雖然拉回 可是至少我還賺很多 對呀 你看鴻海管道 我賺那麼多 鴻海管道真的買在這邊 鴻海管道164是不是 對164 比這邊還低啦 這167啦 沒錯 買這邊 買這邊啦 漂亮漂亮 很漂亮 拉起來啦 有沒有看到 鴻達啦 買多少 好兩百 二三 二三幾 二三幾 好沒關係你忘記我忘記了 沒關係我原諒你 因為我自己也不行 239.5 我自己也忘記 沒有辦法數字太多 對 239.5在這邊買啦 漂亮嗎 很漂亮 你回檔再買一次 你看這邊拉起來 我這邊在進新會員 我開笑我 我當然是 不是新會員進這檔股票啊 新會員這邊在進 你看到 有沒有感覺啊 相對於偉串 你有沒有看到 他漲的沒有鴻海管道多 對 所以我現在漲不漲的股票 嗯 好不好說不懂 懂啊 我找股票 啊我昨天有些會員會緊張 有些粉絲會緊張 哲哲你不是欣運不行 我不是 我是說相對有些股票 因為欣運他已經先漲了 他不是不實 嗯 台積電還是 為什麼我紅海偽串在漲 為什麼紅海管道偽串在漲 GP200賣還啦 台積電一直擴廠啊 賣太好了啊 所以這些都是AI題材 這新人也是AI題材 然後他這邊大崩跌的 然後台積電還沒崩跌 他先崩跌 所以台積電減資本支出 可是台積電減資本支出 代表未來不看好了 那都會一起跌 所以我覺得不可能 紅海管道偽串 一直在漲 然後新人一直跌 所以不要緊張好不好 這些都是怎麼樣 怎麼樣 AI相關概念 整個多頭走勢還沒有滅掉 好不好 好 這是正要 這個242 1加什麼 2402是不是 1加 這個還在區電整理平台 只是很可惜這邊沒有一股作氣 沒有一股作氣的話怎麼樣 再而衰 三而結 打鼓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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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開始打鼓 第一個我要衝 沒有衝破對方的陣容 怎麼樣 然後我就是再攻第二波就沒底了 再攻第三波 拜拜 所以一股作氣 再而衰三而結 沒有上去很可惜 可是我覺得休息一下還是有機會 因為季線還是有守住 好不好 好 大家應該需要學到東西 欸我跟你講今天五千多人 我跟你講還會噴啦 還會噴 還會噴 好不好 噴信我好不好 ASCFI最新報價 哇 漲囉 漲5.9 你看到視角 你看你其實很認真 你看我只要 領序強一件事 只是希望一個事情成功 你看我們整個團隊變強 就算團隊沒變強 別人團隊變強 我們其他老師 你看 我跟你說不定你進去以後 郁凱因為你 點員率增加不少 我也不是增加 我反而抱著很開心 我覺得你們這樣子相處愉快 我就很開心 我就是這樣子 只是敢要求敢給 所以你看敢要求敢給 視窑薪水也不少 敢要求敢給 可是我要求他就知道 我在錄影的時候 他邊看我的節目 要邊怎麼樣 邊看有沒有不對的言論封鎖那些人 哈什麼 開玩笑的你哈什麼 我說哦 還有什麼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有一些最新 最新數據 最新數據要出來啊 對 找薪水付封鎖的人幹嘛 對嗎 薪水付給他 薪水付給他 大家要一直封鎖的人 幹什麼 不需要 不需要付那麼高薪水 所以重點是數據要出來 你看3.29分出來了 SGFI的報價出來了 有沒有看到 所以2603長榮看起來有機會 拉起來 垃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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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豚鷹要嗎 今天小韓不在 去別的棚之園了 好不好 好 依依妳可以海豚鷹嗎 海豚鷹 我不行 妳的聲音聽起來很好聽耶 那啊感覺很好聽耶 好啦 謝謝Coco 謝謝Coco 妳看她聲音很好聽喔 我覺得她聲音比妳好聽耶 那要不要我就是 依依大美女喔 可是她不願意去摸寫 然後她配音 要這樣子嗎 好了不要鬧了啦 有沒有人大家想知道依依 長怎麼樣 咪咪咪咪咪 她說 她說她可以出聲音 但不現聲 好啦 扯遠了我們來看一下喔 所以我們看我們一個攝影棚人很多 所以你看我們燈光美氣氛家 這賺很多錢 我們要做的就是要做的 電視台 感覺更豪華 更專業 更有趣 重點是 更容易展廳板 對 而且展廳板是有價有量的股票 好不好學到這些東西 好不好我們再看一下今天的 直播的人數來 看一顆看一顆看一顆 來 你覺得今天現在大概多少人 6000 很難捏 現在都快要34分很難捏 34分喔 那就5000多 還是5000多 對啊 最好會再噴啦好不好 懷念英九傘的 E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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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那個啦 進牙 進牙啦 快了 OK 他快了 他11 12月就偶爾來了 我們就在135 比如說 可能135是 Coco 24是進牙 這樣我跟大家講好不好 好 這把訓練好人才分享給同事 自己再重新訓練人才 真的我每天都重新訓練 真的很強 真的 謝謝你啊 真的每天 現在好像兩三個分析師在籌備訓練 有 好不好以後就變很厲害了 好不好 空難越來越高 那個 要小心嗎 要嗎 要小心嗎 當然那個 要小心啊 要小心啊 所以我說過兩萬事 你要注意啊 對 我都講啊 來回做 做價差 價差 好不好 星雲航空今天買130 這不關我事 我不會買星雲航空 我會做星雲航空 我不會買星雲航空 知道嗎 我知道了 講話你簡短吧 不要再講了 對 好不好 坐飛機 好啦星雲航空看一下 我癢癢的看一下他想看一下 看一下國家 唉唷 有沒有 就是我講的嘛 你是紅K嘛 開盤價是這個地方嘛 對不對 喔不是 收購價收購價多少 20 20嘛 對 收購價20 然後拉起來 不是收購價 公開發行價 喔不是收購價 對不起 這樣不專業 我說我不專業 公開發行價拉起來 可是你看跟昨天比跌嗎 是跌的 我說太貴了嘛 是不是 嗯是 喔 那個 還是不應該比華航 貴啦 2610 還是不應該比華航貴啦 這個怪怪的 好不好 喔 畢竟是老字號 好沒關係啦 來 阿科新雲航空要不要拉起來 看大幅又願意拉啦 看中食物主力願意拉 今天有抽桌率 有 有絕對有抽桌率 有抽桌率 可是大部分是給會員 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 金材跌很多 有嗎 我看一下 我跟你講金材跌很多 我都不是會員 欸你們可不可以當會員 然後 就是說 就是你們可不可以 就是一直問問題的 你們可不可以不要 真的啦 我就覺得還是要參加整整會員 好不好 就是你不能每一次都是伸手牌伸手牌 你懂我意思嗎 然後 就是很 感覺很緊張一下 就不是你假如你不是會員 哇很多會員 哇跟著我做賺很多錢的 那不是會員 然後 然後 你自己美債前一波1000多萬 我賺1000多萬 你也沒跟著 我要現在跌一些些 你說現在跌 我是覺得 你們現在緊張是情有可約 因為那畢竟跌快10% 可約剛才只 那受此跌5% 哇 罵我那些人真的不適合做股票 更不適合做美債了 只不適合把錢放在銀行跟 保險箱 然後被通膨吃掉 那我說 不要做伸手牌 如果你真的很喜歡問我問題 問我問題以後 你又不是擺白板造作 那你最好選擇是參加我會員 好不好 好 OK嗎 我是認真跟你講 可是你看喔 只是順暫子 覺得有點累有點煩 我還是不厭其煩的 跟大家講這些 我的邏輯 我思考這些股票 只要有時間我就講 語氣OK 我都願意講 語氣不OK我真的沒有 不要講 只是沒必要 受這個氣啊 星星 看起來這線圖 喝在上 有機會喔 這線圖算是蠻漂亮的 我會有點喜歡 景碩啦 因為景碩看起來根本沒回彈 景碩再噴出去不得了喔 好不好 這個你看景碩 我們看一下 怎樣 有沒有看到 這什麼 三角 三角收斂好不好 有沒有看到 三角關係很複雜是不是 可是三角收斂不複雜 只要三角收斂很複雜 現在就是我跟 我跟玉凱又要搶口口 沒有啦開玩笑 沒有 沒有人了 沒有啦這時候就換靜雅啦 沒關係啦 這不行整個路也可以啦 開玩笑 三角收斂有沒有 這個要噴出去的 好不好 這跟打獎 所以最後 股票都很強嗎 該講都講的 該預告都預告 看有沒有講 而且你看喔 最後 最後我們還是要講這些東西 我們講在前面 你看大盤看起來 高檔整理平台 上櫃子是怎麼樣 其實除了這一兩天以外 之前其實先算新高 就我說台積跌倒 中小吃飽 還是有理由在噴出去 那世界基人數 預期24.2萬 實際上22.7萬 就我說的 賀錦麗會做這個账 會美化數據 所以這個參考就好了 好不好 那包含今天鴻海管達尾串 都拉回我反而暗示你 其實我要買的是尾串 我叫會員買的 也是尾串 我叫不找會員 特別會員 我叫不找會員 親自帶我叫他們去買尾串 你看今天就展半根了 昨天有加碼 相信我的這些特別會員 清代會員都很開心 好不好 有些會員是蠻開心的 有些有買的會員 這跟大家講 奇物根本不用講的 好不好 主要講一下雙虹 我們看 天啊 今天才這樣子 還在做日口有沒有 有啊 雙虹就賣在這邊 買在這邊 漂亮 真的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 我們都是預告在前面的 好不好 雙虹我們看一下股價 雙虹不好 買在508 賣在746 賣基本上是相對最高點的附近有沒有 都賣得很漂亮 對 長龍也很漂亮 長龍我都暗示你 我可能要買了 我都很漂亮 然後尾串呢 有沒有看到 尾串有沒有看到 股價大漲5%多 再賺 拖斷新高 今天展半根 紅海尾串管达 你不覺得很開心嗎 很開心 你自己看 紅海 賺32% 然後呢 廣達賺34% 你要的就是這樣分析師 不論對我的錯 我一切一切 我預告在前面的分析師 好不好 所以今天很開心 來 尾串 賺30幾 不是尾串沒有 是紅海跟廣達 是的 尾串今天展的 半根展平板 我預告在前面 所以你要撐拉回的時候進場 你不撐拉回的時候進場 什麼時候進場 然後我們今天起步更漂亮 哇 買在那個 五盤的幾乎最低點 最低點差2.3點 然後五盤直接拉上去 賺150點 累積到1200多點 1300 1300喔 1300嗎 真的賺那麼多 加今天啊 不好意思 有時候加太多加都亂掉了 多人家賺100點 我也不在乎 1351點 有 買在這邊 你知道這邊尾盤會拉起來 扯不扯 你要先知道尾盤 這是中午過後 這中午 這快中午的時候 砂劇對不對 再拉起來 你要知道這邊 差不多過了兩三個小時 三四個小時都沒有拉 才開始砂劇 再拉起來 這一段完全把握得住 所以不能起步我股票 我通通預告在前面 我歡迎你加我LINE 怎麼加我LINE 我講清楚了 點標題對不對 然後點標題 我們來看一下 點標題 幫我 加這些LINE 反正沒關係 手機拿紙對不對 下面就有標題了 或者隨便 你現在是拿狠對不對 隨便點任何一個地方 然後是 右上角 我記得 左上角 左上角 左上角這個地方 隨便點個地方以後 左上角就有標題 再點標題以後 就我的LINE連結了 我LINE連結 加進去LINE對不對 要加TG 這些連結 注意很見識 LINE連結裡面 一定有盾牌 而且再點我照片 好友人數如果沒有 20萬人 那絕對假 因為詐騙集團的粉絲不會多 我另外一個臉書 好像3萬多人 因為臉書之前 被詐騙集團搞爛掉了 然後被檢舉了 會不會重新申請了 3萬多人也很少 可是至少 詐騙集團都不可能有3萬人以上 對 不過以我的LINE為主 以YouTube為主 好不好 因為Google在 打炸 打 繁茂這一塊比較厲害 好不好 LINE這一塊也是比較厲害 LINE 如果還有人數沒有20萬 絕對是假的 如果是20萬 你相信我 那你就趕快來電洽詢 請0800668085 或加我LINE私信我 今天股完如我們鎖掉 台灣股市還欠我們294點 今天就漲了150幾點 一切一切我預告前面 去西漢看你要整個粉絲 你歡迎來一下 請0800668085 或加我LINE私信我 告訴我說 我有賺錢需求 我答應你 我竭盡我所能來幫你 賺大錢 也預祝各位能夠 早日 財富自由 謝謝各位 期貨跟股票 我們通通賺飽飽 也想要跟我們一起有這樣子的獲利 趕快加我們行列電話撥打 0800668085 0800668085 我們等大家 下次見 觀眾朋友注意喔 最近詐騙盛行喔 我只有三個官方帳號 除此外都不是喔 LINE小組 S178 Telegram官方頻道 小組 A178 178 Telegram私人帳號 小組 S178 178 注意喔 我沒有什麼前面是Z的帳號 或者後面是A的帳號 這些通通假冒 只有這三個帳號 謝謝 如果覺得我們影片很有趣的 覺得有深度的 還蠻準確的 歡迎按照我們的影片 訂閱我們的影片 按小鈴鐺 記得按全部接收 還要加我們的LINE 以及加我們的Telegram 我們的LINE跟Telegram 都是全台灣 最大的一個財經頻道喔 謝謝各位 摩爾證券頭部 0800668085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制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